这是2013年4月25日 网友在广东南海会城街巷上拍到的一景 一位街头卖字者 双手伤残 他凭借着残旨 艰难写字 由于手并不如常人灵活 他的一笔一画就显得很吃力 文从沈梦认为 也许是练过很长时间吧 他能游刃有余地运转毛笔 字也很有力度 在身边有一张纸写着 书法谁写出十元 毛笔十元 字十元 网友掏出十元 满下一个镜字 对于这字 广大网友纷纷点赞 并表示真是书法高手 还认为这标价太低了 —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